OK 大家下午好啊 今天我们要煮那个活跳墙 我们看一下那个食材啊 今天的食材活跳墙 这边我有猪脚 然后排骨 然后我有鸡翅膀 我用鸡翅膀 这个等一下我要拿来 编一下 有些是拿去炸的 但是我就是家庭反的 很容易的就是拿去编一下就好了 不用炸哦 不用不用 家里吃的不用炸 然后有一些栗子 高辣 然后香菇 这个是那个鸩鸩蛋 然后这边是那个鱼鱼 我去一条 一条一条的鱼鱼 干的鱼鱼 我去泡水了 泡水了 我把它剪成一条一条 还有一些干贝 然后海参 这边是鱼翅 然后鲍鱼 还有这个是笋 你们可以用那个笋干 但是笋干要泡水了 我就是买不到笋干了 因为新年的时候很多笋干都完了 然后我就买那种笋 一包一包的笋 然后这边有大白菜 然后有蒜头 有青葱 洋葱头 然后我这边调味料 有冰糖 胡椒粉 蚝油 酱青 还有花雕酒 OK 清楚吗 大家 OK 写下 其实配料你们都可以自己喜欢啦 你们喜欢放袋子也可以 有那个鸡翅膀 高辣 香菇 干的鱿鱼 鹌鹑蛋 干贝 海参 鱼翅 鲍鱼 鲍鱼 竹筍 白菜 和葱 蒜头 倒鱼 倒鱼 OK 放一些油下去 开火了 把一些油放下去里面 我先变一些那个 呃 变这个 没有安全带 又变淡了 对 我吃猪脚啊 已经汆烫了 那个猪脚啊 排骨已经汆烫水了 哦 鸡翅膀也是烫一下 烫一下 烫掉那个血腥 哦 要烫啊 烫一下 烫多久 嗯 不用说就是烫了 让那些杂质出来啦 就好像我们平时 呃 煮排骨汤啊 都是要烫 创摊一下 鱼翅膀你好 你好 嗯 OK 好 我把它放下去煸一下 不用炸啊 你要炸也可以啦 要炸要在家里就比较 呃 要用多一点油 对对 就是煸一下 OK了 我把它煸一下 用油这样子 跟它这样 煸一下就好了 好 也不会浪费你们的油 太多油 等一下哦 好 看一下这边一边 嗯 好这样子边一边 来大家按分享啦 记得按分享 好 这样子这样放下去 你先先 金 金 金绑下去哦 它也是那些金油出来哦 好 嗯 好 嗯 嗯 你也用这个叫做佛跳墙哦 这个名字叫佛跳墙 这个佛跳墙啊 佛跳墙啊 佛跳墙 佛跳墙 好强的 打二 打二 只要这样煸一下哦 一点点焦就可以了 好 看看煸到它有点焦哦 大家不要忘记帮我们分享 你看有点焦哦 这边 嗯 冰糖直接自己不要下 冰糖可以下才下 一下 好 OK 好这样子跟它用那个锅 那样煸一边 不用炸 不用炸 炸又用很多那个油 好 它变一边 好 把它变一变很好 OK 我们现在把它拿起来就这样子 放在旁边备用啊 我们放在旁边备用 放在旁边备用 放在旁边备用 好 放在旁边备用 好 好 那旁边备用 我们再放一点油 要放这个洋葱 一定要有这个洋葱油才香 要放一下那个洋葱 洋葱油 要有一点这个洋葱油才好吃 这是小洋葱 你几粒小洋葱 五粒 五粒小洋葱 可以拿起来 好了 可以拿起来了 可以拿起来 ok 我只是把这个洋葱拿起来 这个油我等一下有 ok 很好 这个油我就把蒜头放下去 好我们这边爆香洋葱 我们是爆香蒜头 蒜头不要切小小 要大力一点 看一下那个锅 进去里 进去里看一下 那个锅 这个葱也放下去 葱也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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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来帮我分享到五百个人 我们来推一下 推一下 再给它炒 我们这个炒要怎么 放一边 我用它的油很香 很香 要那个油很香 所以我们那个油 有小洋葱味道 青葱的味道 蒜头的味道 Kristina 蛋一好 下午好 ok 这样子 然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 栗子 放下去 全部炒过了 全部炒过了 香菇 香菇 Lillian 你好 大家叫好 可以炒 不过等一下他们会拿掉 这个有鸟蛋 如果没有那个鸟蛋的颜色 比较有点颜色 你可以放一点点酱 放一点酱 这样那个鸟 那个鸟蛋 等你再去煮一下 那个鸟 那个鸟蛋 会有一点颜色 等一下 好 所以里面 特别有香菇 绿子跟鸟蛋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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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按分享 大家不要按分享 来我们弄给他500个人 先煮 火跳墙 非常好吃 火跳墙 那今年我们煮 火跳墙 非常非常棒 火跳墙 来 大家留在里面 留在里面 不要看一眼 走看一眼就走 留在这里 干的鱿鱼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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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非常非常的香 这个干的鱿鱼 喜欢吃干的鱿鱼的 打 我很像 爆那个鱿鱿鱼的味道 在里面 你让你煮汤的时候 就特别香 特别好吃 看的朋友 肚子饿了 六点多 早上 哦 哦 Helen Chua大姐 你好 下午好 祝你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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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放下去 干杯 对 500个人 谢谢大家 平常 现在你开什么火 开中 中火 中火 Helen Chua大姐 谢谢分享 平常也放下去了 再跟她放下去 鱼鱼 Yvonne Chua大姐 你好 Long Chua大姐 你好 再冰糖 干杯 鱿鱼干 鱿鱼干 现在放 蚝油 蚝油 蚝油跟她放下去 酱青 你们要黑的 就放一点酱油 那个酱黑 那个酱黑 一点点黑 叫我让酱青 你看栗子是哪一种 Fresh的还是那种 Fresh Fresh的 栗子 你自己可以吧 对 买那个新鲜 然后栗子是新鲜的 谁呢 是新鲜的 新鲜的 然后我去剥掉壳 剥掉壳了之后 我就放 乳酱粉 乳酱粉放下去 乳酱粉 我们把它放下去 乳酱粉 我先放酱粉 我放一半先 等一下我再放一半 一点点乳酱粉 一点点乳酱粉 让它香 还可以去腥味 有腥味可以去腥味 哇 这样就很香了 你看那个鱿鱼啊 这些料理盒 很香 加水 加一点水 让它变满 如果有上汤 我拿上汤一下 给它煮 现在我们倒一点上汤下去 没有上汤放水 没有上汤你们就放水 也是可以 来大家爱心刷刷刷刷多一点 然后上汤 爱心 爱心跟它刷一点 看这个盖多大 你要盖一下比较快 要不然受不了了 OK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看那个水烧了 水烧了 水烧了 这样煮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烫一下这个竹笋 竹笋给它烫一下 哦 这个庄一年好 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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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现在给它烫一下 给它汆烫一下这个竹笋 然后放下这个 烫一下 你烫一下 不用了 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都开过了 好 给它烫一下 放水烫一下就可以了 给它烫一下 烫了给它拿起来 对 还有这边的菜 我就看不像 那个白菜 对 给它拿起来 烫了给它拿起来 这些竹笋啊 白菜给它烫一下 比较容易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那个 那块锅每天要闷 是不是 菜也是 啊 这个是白菜 啊 这个 烫一下子就好了 因为等一下我会放在那个炖中里面 行不行 跟它这样子 跟它这样子烫一下 烫一下 用那个烧水 跟它汆烫汆 来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要新年了 万事如也 新年快乐 五年大吉步步高 大家 家业兴旺 年年好 大家 和家平安 我会把这个竹笋哦 这样固在下面 这个竹笋 我们现在要放那个锅的下面 你看 锅的下面 然后我就放白菜 然后放一点白菜 然后放一点白菜 你这个是可以做两个钟的 对可以 因为一个太小了 好 然后这样子 跟它拿出来 然后这样子 跟它拿出来 然后这个白菜 跟它烫一下 我就跟它拿出来 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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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跟它拿出来 这个要分两次做 我们这个量是可以做两次的 所以小妹子 拿一半的材料 放进去里面 把一半的现在放一边 就这样往上再来吃 所以竹笋放下面 对 竹笋放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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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放这个 OK 猪脚先放 猪脚 比较难熟的放下面 哦 比较难熟放下面 比较难熟放下面 你这要一个钟一个碗 对对 这个有个盖吗 要用那个保鲜膜 为什么 这个吗 这个你有盖吗 有保鲜膜 用保鲜膜盖就可以了 看那个桌子 那那个人在盖 你盖桌子 我的芋头忘记了 放在冰厨 啊 煮了没有 所以芋头要煮吗 要要要 是这样煸一下 你放 OK 去拿去拿一煮 放进去拿芋头 拿了拿了 哎呀 好 拿芋头 再拿一个冰厨 等一下等一下 我拿 不用紧 不要紧 我的芋头东西放下去 你们就是放一些芋头下去 芋头 你们要放芋头 可以放芋头 芋头 芋头 大家要放芋头 可以放芋头 Merry你好 Merry你好 把这个姜葱也放下去 姜葱也放下去 盖这个量 可以煮两次 是哦 OK 鸡腿跟那个猪脚也放下去 OK 然后我就把这个海鲜 海鲜放在上面 要关掉的人 海鲜跟它放在上面 海鲜跟它放在上面 大家看一下 海鲜跟它放在上面 海鲜跟它放在上面 海鲜放在上面 哇 好亮 我的芋头忘记放 可惜 海鲜 你们要可以放芋头也是 对 对 一定要放芋头 把芋头你们要煸一下 炸一下 对 刚才跟这些料一起煮 不然等一下放下去了 等一下 等下你们药可以放一下 要不然等下芋头没有炸 没有煸的话等下它会整个绵掉 把这些料放在里面 刚才这些鱿鱼啊香菇啊 跟它放进去 栗子跟它放一边就好 不要盖住什么上面 放在一边 然后等下我们要整个跟它焖一下 这样子跟它这样快一边 早上就是买芋头了就忘记 记忆力不好 你们要可以自己加芋头 加芋头下去 芋头不过芋头你们要煸一下 芋头很香很香 可以煸一下 芋头要放下面 跟这个油干在我煸香菇的时候 一起煸就可以了 ok 那现在把汤放下去 对 我的这个鱼翅是已经煮好的 鱼翅要怎样煮 焖就好了一起在里面焖 刚才你有煮咩 我已经这个我自己买那个煮好的 煮好了 对 这鱼翅有没有你们都ok 有就放 没有鱼翅不用紧 不用放也是不用紧 这个是多的 多的 多的 要不要豪华一点就鱼翅 没有吃鱼翅朋友不要放不用紧 也是不用紧 我可以鱼翅跟它放下去 哇你这样子要焖多久 嗯 如果是蒸的话要两个小时 蒸的话你们要这样子蒸两个小时 鲍鱼放下去 鲍鱼跟它放下去 放在旁边 非常好看 看这个鲍鱼 一个大一个小 嗯 放那边 放药 鲍鱼 这个换片很刘 鱼这鲍鱼 保鲜汁有没有呢 有 好 等一下我们把汤里面有那个雷的 啊 放这个汤让它放下去 刚才我们煮的那个汤噢 香菇鱿鱼 分梳 medication 这汤这个 让它放下去里面 嗯 刚才放下去,你没有一个男人 我有猪骨啊,有鸡骨 鸡骨跟猪骨 这上汤是鸡骨猪骨熬出来的哦 没有上汤再放水 这些料煮出来就很多很多的味道 就很香很香了 外面吃很贵 然后就加这个花雕酒 我们放一点花雕酒,花雕酒放进去 花雕酒放在去了,我们这个保鲜纸 这个也是保鲜纸啊,两个都保鲜纸啊 两个都用保鲜膜 你们有盖可以自己放来 你们不要用保鲜膜了,你们就用袋了 Aplon can steam so long 可以煮的,不用煮的 Catrine你好,谢谢分享 跟她放下去跟她蒸 可以吗? 嗯,这样 我们给她盖住 蒸两个小时 你够水嘛,里面 够够够 不够的时候要加 对,但是你们中间要注意看哦 你们中间要加水哦 然后我们就这样跟她蒸,你看 这样子跟她蒸哦 这样子跟她蒸 要蒸两个钟头哦 你们可以预先做好冰厨 然后有朋友来或者注意啊 还是厨信你们要吃了 可以收多久 我帮他们问先 我知道他们要问了 三天可以啦 你要收到一个星期 然后东西就是不要放太久了 就是新鲜吃会比较好 对 不要东西收太久不好吃 这样好的料,你就收这样多天 你可以早做一两天可以 大家清楚吗 所以你可以提早一天做 今天的佛跳墙成功 来,谢谢大家哦 OK,bye bye 今天直播到这边了 大家新年快乐 要买鲍鱼买锅买什么的 WhatsApp上面的号码 留言留言 然后在下面 有一个link你们可以按也是 OK,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青春美丽大家漂亮漂亮哦 OK,bye bye 再见 再见